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送给的就是娱乐圈著名的编剧混子汪海玲 说起汪海玲 那就不得不提起肖战了 虽然在外界看来 这两个人没有丝毫关系 一个是风竹残年的老头 一个还正值青春的少年人 就是那种虽然是91岁年纪 但依然还很有少年感的小年轻 怎么着他们俩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偏偏 这位年轻人恰是娱乐圈顶流 而这位老人已经靠着编剧的身份被娱乐圈边缘化 只能靠当个喷子来博关注了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就是因为肖战火了吧 原本人家大帅哥啥都没干 只是在大火前有个绿了半个娱乐圈的角色非常漠然 后来有了让他滋圆飞升成为顶流的魏无羡 再然后的唐三 顾一野 顾卫都很不错 虽然不说他的演技有多么精湛 但是一定是能过得去的 不违和 如果是正常的批评 粉丝们一定是能够听得进去的 毕竟肖战是半路出家来到娱乐圈 就没多少演戏的底子在 也是通过一部部电视剧中的角色 一点点打磨演技 最起码没人说肖战的方天泽演得多么亮眼 只是现在的环境下 古早的方天泽人设格外可爱罢了 肖战不是个完美的人 塑造角色 他没办法完美地呈现 所以拍戏一般都是以线舍式演技来完成 要了他半条命的魏无羡 无疑是他最出色的角色 在2018年 肖战就是魏无羡 魏无羡就是肖战 只有这样 这个人物才能被塑造出来 为此 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出戏 演戏如此 现实生活中 肖战也并不是温润如玉类型 他自己说过 他的脾气并不是很好 重庆大辣椒的称号也不是白来的 这个人从来没有再给观众塑造一个怎样的人设 反而一直在打破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 打破因为角色而对他产生的错觉感 他一直在以一种真诚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娱乐圈 但这种真诚 在汪海玲之徒的眼中就是薄流量 就是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变身成为网络喷子 肖战的电视剧开播了仅有三分钟 就能出来怒斥他的演技差 不该演这种剧 肖战的新歌发出 立刻出来吐槽难听 甚至当粉丝们正常维护自家爱豆的时候 面对他人的恶意评论 诅咒 粉丝的回怼也是对于他的网络暴力 仿佛肖战是个物件 只能他来骂人 别人一旦维护肖战 就是对他的攻击 而偏偏这种人还在参加采访的时候 说自己没有蹭过肖战的热度 选择的环境下没有热度最好 其中的用词更是接近诅咒了 却以一副文人的姿态自居 着实令人作呕 你们要杀我就可以不顾忌下死手 但是我要自保就必须顾忌 不能伤及这个 不能伤及那个 我死了算我倒霉 你们围攻我可以 但是我反击就不对 对不对 也许因为2018年 肖战成为魏无羡的那段日子里 肖战也接受了来自魏无羡的人物命运 他们之间何其相似 同样的遭遇 同样的遭受语言暴力 文人如此 可悲 可叹 可怜 到底是玷污了文人这个称号 姚宗主不过是个谣言的传播机 曾经的编剧不过是个网络喷子 混子而已 众所周知 肖战的成年人粉丝超多 这在娱乐圈无疑是标新立异的 从来 娱乐产业既有大众喜好的因素 更有资本造星对舆情的把控 而一直以来 青少年 青年是受众的重点对象 而肖战的粉圈特点绝对是首开先河 肖战的确是娱乐圈中的异类 从他踏入这个行业以来 他就在不断摸索 创造属于自己的完美 他已24岁的大龄出道 不能说是绝无仅有 也是着实罕见了 所以公司因着他的人气而选择了他 却根本不重视他 他就像一个工具 可有可无 可以放弃 而肖战是想认认真真地创出一番事业的 这无疑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从那时起 肖战就开始摸索 尝试 准备 当眼前没有路时 他就自己开辟出一条路 肖战从不缺乏进取的勇气 很多人羡慕极度他如今的人设 热度 其实他一路走来挺倒霉的 并不令人羡慕 出道即巅峰 看不见前途 公司不重视 反乘拦路虎 摸爬滚打 吃尽了苦 总算一炮而红 却转眼跌入低谷 2020年 很多人认为他倒进了煤 认为他完了 他却重整河山 再创辉煌 成年人不追星 只追福气的人 大家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业 肖战的勇敢 善良 坚韧 格局 让人打心眼里钦佩 人生总是有种种不尽人意 肖战凭智慧与努力 从无到有 从坎坷到顺遂 打造自己的完美人设 2020 他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被贬入尘埃 2021 他一记绝尘 让人望其向背 很多人凯探 他怎么做到的 我们或可从他近日的一则采访中 略看端倪 在胡场大拷问中 肖战一身清爽造型 侃侃而谈 表情丰富可爱 让人心动不已 谈到顾位 一开始是个铁臂男的人设 后来他融入很多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与导演 编剧 制片进行探讨后 从而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 完美的男朋友顾位 偶像剧男主天花板 短短的几句话 肖战概括了顾位的转变 这其中他对角色的体悟 二次创造又付出了怎样的心力 我们看不到却能感受到 这里想说的是 一个角色 不同的演员来呈现 是天差地别的 一个好演员能画普通为神奇 如龙之点睛 鲜活了人物 肖战就是有这种再造的能力 把人物合理化 鲜活化 动人化 让人物拥有夺目的魅力 走进人心的魅力 或许正是这创造能力 再造能力 让他虽历经千般磨难 也能绝地重生 什么样的角色都能释放出 夺目的光彩 肖战的这种再造能力 带来的是显而易见的热度 人气和超高的经济价值 余生请多指教 在芒果抬手中三年 抛却资本的争斗纠葛不说 每次招商都被大为利用 时不时地爆出消息 给自家带来多少关注于热度 如今 破除一切阻碍播出 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海量的 在长期以来多重因素影响下 芒果台也是走向低迷 如今 随着余生的热播 带来了今年最好的景气表现 紧握手中三年不放 宛如福星在首 到底成为最大赢家 人生在世 哪有什么一帆风顺 每个人都会遭遇坎坷波折 人生就是一个与人斗 与天斗 与己斗的过程 肖战历经这世上最残酷 最黑暗的打压 却能坚守原则 坚守底线 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把控人生方向 创造人生辉煌 着实令人钦佩 值得人们学习 人人心中有盏灯 弱者随风即灭 强者惊风不息 愿大家一起努力 成为各自人生的强者 感谢观看